大家好 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元神5.0 赫城台一案 寶箱三個 接取地點的話是在這個 聖火經濟場右下角 這個矛點傳過來 落了之後呢 小地圖左邊西方向直走 然後在前方這個門這邊左轉 然後從左手邊 這邊走下來 軟方向地圖下方 然後在這裡有個合成台 然後你和這個合成台對話 對話之後就 就會接到這個任務了 然後叫做合成台一案 接著這邊打開地圖 傳送到我們上方這個矛點 草回來 然後點任務最終 小地圖上方 小地圖上方 好這邊過來 數據 好接著我們把對外清了 好接著會被傳送過來 然後我們來這邊對話 好都要畫之後呢 來打開地圖 然後 來到這邊 比較近的這個矛點 自己串過來 這邊畫點任務最終 小地圖右上角 跟著任務直行走 好過來之後呢 來和這個NPC對話 好這邊過來之後呢 來這邊按一下T鍵 然後 鼠標左鍵打一下 鼠標左鍵打一下 然後鼠標按意見 然後可以 就是 進入牆裡面 然後我們按鼠標左鍵打 來在右邊 再往下走 就我們在這一塊畫 就往下走 它這邊上面又有 鼠標左鍵 然後打開這裡結晶 然後往下抖 就這邊 來回的走動 然後來看一下周圍 是有這個結晶呢 鼠標左鍵打了 好打完之後呢 在那邊按意見 然後下來 下來之後呢 這裡是有一個 基本好像是 做完這個任務才出現的寶箱 這是任務寶箱好吧 好接著小地圖上方 然後這邊來跟T對話 好對話之後呢 按下T鍵 好接著把你放 看向這個 西方向地圖左邊 然後這邊抬頭 按意見 往上拉 再往上拉 再往上拉 然後往上拉 好 這邊再繼續往前走 回頭 小地圖下方 直動 從這邊走上來啊 好 然後這邊 開頭 往上拉 好 這邊拉上來 這裡也相當於是個 在臉上的一個任務寶箱 多任務拿的 好這邊 回走 來 還是找這個MPC對話 好這邊 對完畫之後呢 來打開地圖 來打開地圖 來到我們這個 龍水域上方 這個毛點啊 穿過來 過來之後呢 北方向地圖上方 順著這邊走下來 順著這邊走下來 好來和MP對話 對完畫之後呢 這邊 按一下T鍵 然後附身 然後這邊往前走 按空格 然後往上跳啊 好這邊的話 再按下面按空格 翹上來 好然後 旁邊 所以往前游 好 這裡的話繼續 翹上來 好過來之後呢 這裡也是一個任務寶箱啊 然後我們 按Q鍵 來 來對話 好然後這邊 我們 回去啊 下地圖下方 這邊拿個MP對話 好對完畫之後呢 來 把時間撥到 兩天後 好接著呢 去到這個任務提示的地點啊 好這邊 對完畫之後呢 旁邊是個MPC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對完畫 來對話 對話 把三個道具交給他 把三個道具交給他 好這邊的話啊 直走啊 東方向地圖又變得很值得喔 好經過這條場景路啊 繼續往前 好接著我們把這塊清一下 把這塊清一下 好解決掉之後呢 來打開地圖 好這邊傳到這個 傳輸錨點啊 來對話 好接著這邊任務做完了 然後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這個 聖火競技場的右下角 這個傳輸錨點 傳過來 好落地之後呢 我們要把時間調到晚上啊 把時間調到晚上 然後往下來播一下 時間播到晚上 這個任務的後續啊 播到晚上之後呢 我看向小地圖下方 這邊會多出來一個MPC 如果白天就看不到 才叫做 商科 約克 好第一個 好會獲得一個 搶水的製作配方啊 搶水的製作製作 喉 黃丹 一洱